事實上政府 郭董我們不要你原廠授權書 我們不要 但是我們到最後就算是郭董簽成縣 我們也不要說他 進口那因為BNT不可能賣給 永齡基金會 不可能因為你是個私人機構 只能說你 搭了橋 到最後還是要 中華民國政府要跟BNT要簽約 因為就剛剛講過 這才會符合緊急授權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了 韓國大邱氏 他是市政府去跟輝瑞說買了 結果後來發現就被騙了 那輝瑞也說我們絕對是要賣給政府 那這個疫苗本來就是輝瑞跟BNT合作的嘛 所以輝瑞強調我不會賣給地方政府 也不會賣給企業 同樣的BNT也不可能 那現在我覺得當然啦 郭董如果你真的你跟這個BNT 有很密切的關係 你可以重新讓我們的政府跟BNT 重新接頭 其實我們本來就有聯繫啦 如果他也願意 那也沒什麼 因為很好啊 政府跟民間一起來做嘛 因為當初卡住跟UA沒關係啊 這根本原因 還是BNT不願意跟我們政府嘛 那這個背後哪裡 這中國的壓力嘛 因為這個上海的這個富星 他掌握了BNT 在大中華區的代理權 所以BNT他可能基於 因為這個上海富星買了兩億劑 他基於這個龐大的市場 那可能他現在也可能出現一些改變 例如他覺得說 那個中國的藥牌一直拿不到 那我當初可能是因為這兩億劑 所以我不要跟台灣接觸 那現在他可能覺得 反正拿不到 那我乾脆可以 他可能有一些 加上就是德國的民意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我們BNT就不賣給台灣呢 之前確實都有在跟各場 國際大廠的疫苗去做聯繫跟溝通 那剛剛講EUA的部分 剛剛講說這緊急授權之後的 整個這種疫苗的輸入的問題 跟如果你來看說 這個郭董現在在處理的 這個所謂BNT的問題 其實應該要這樣來看 然後郭董這邊是 勇尼基金會負責主導 但是他是在他主要投資的 那個台康生計 因為本來我們的規定 也規定說你一定要是 相關有這個藥證的生計公司 你才能夠去採購疫苗 那我了解的狀況應該是 如果順利的 真的你採到德國原廠的疫苗 進來 那進來之後 你是要通過TFDA 就是食藥署的認證通過之後 那應該也是來 譬如說賣給中央 然後由中央來統一的 做整個分配 那可能是企業 來說我這邊也有疫苗 你們可以來我這邊打 我一季賣多少錢 不會是這樣有盈利的狀況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其實關鍵點在於說 你企業能不能有效的 去跟這個 這個企業就是 譬如說台康生計 或是郭董的企業 能不能說服 第一說服德國BNT這邊 說你賣給我 我是要可以賣給台灣的政府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你台灣的政府 願不願意接受 中間這樣子的一個管道 所以這是兩邊 三方的一個互動 那這個互動 其實又加入了中國的因素 進來就上海復興的 就變得非常的複雜 我們現在如果先不管上海復興 只要在台灣這邊緊急授權 這個有通過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會增加 就是說去跟德國BNT爭取 說從德國進口 這個疫苗的這樣子的能量 但是還是那句老話 我還是必須要有德國原廠的 這個藥證的許可 嗯 我們在一起 同樣子中 我們在哪裡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就說我們來 我們今天 感谢观看